师父每日佛言佛语 静信开智 学佛人,静信很重要 你求菩萨,你要完全地相信 这就叫静信 静信,是你在铸造心里的福田 静信,让你生起正能量的勇气 彻底相信因果,你将会拥有三福田 彻底地静信佛缘,你将会得到善果福报 福田供养,福气生 恩田孝顺,懂感恩 悲甜慈悲,有佛根 一生福慧,远离恨 学佛中,有些人求了有福 有些人求了还没福 其实就是你福报的种子种下去的早晚 所以结果有早晚 早种早得福 晚种晚得福 不种不得福 就像一个人排队买东西一样 排得早,买得到 排得晚,晚买到 早点想通,身体就好 心脏也快乐 晚点想通,体脏和肝脏都会受损伤 听了别人的恶话 就气得半死 说明你被阴风一吹就倒 心中没有防火墙 被别人一骂 就气得不得了 说明你文化程度还不高 心中没有正能量 被人家一说 就不学佛了 说明你没有尽信心 信佛信得不干净 不彻底 自在安详 能化缘 善恶因缘 不结冤 躲过疫情 艳阳天 佛情佛意 在心间 要完全相信 观世音菩萨 没有半点怀疑心 抬头无佛观世音 心中藏满慈悲心 救苦救难 传法因 一生跟随观世音 静信 会让你增加智慧 会让你避开一切烦恼 福和会自然到 静信的人 会把心安住 心不妄动 方可修出自信 看一看修得好的人 哪一个学佛 没有静信心 现在的天使 要学会 随顺因缘 平安是福 现在的天灾 要学会 无怨无恨 知足常乐 理解现实 你才能安排生活 理解人间 你才能救度人心 学佛拜佛 自在佛 人间净土 常住佛 随顺众生 随缘佛 法界葬身 弥险 米陀佛